大家好,我是杨阳,是一位立峰式患者 这种病乍一听的话好像是一种小毛病 也不就是关节炎,可能是一种炎症之类的 但是其实不是,它是一种自身的免疫系统疾病 也算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病吧 这种病如果说大致就分为三个阶段吧 初期、初期跟最后三阶段 我这个已经属于晚期了 你们看我的这个关节完全没有活动的余悸 手也是变形,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像我这个阶段的话已经属于是很严重很严重的一个阶段了 所以我现在每天每周的治疗就是吃一种 吃加恩典离子,是一种抗癌成功的药 每天每周一次吃完会特别特别的难受 就是那种跟那种应该是化疗差不多吧 反正就是吃完各种痛,胃特别难受的那种 除了吃这个药之外 每天还要吃一些其他药的一些治疗面 还有一些各种中医的一些辅助治疗 现在我目前就是这样一种治疗的一个方法 所以就是以至于在我的一些评论区 好多朋友也都给我建议说找好的中医治疗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当初治疗的高开始就是治疗了一年多的中医 甚至中间断断续续的一直也用中医治疗过 看过不少的中医大夫 吃过不少的中药都没有,几乎没什么作用 对我来说 像很多朋友说我也是这种病 但是我几十年或者甚至十几年很长时间都好 挺好的保持的维持 我想说的是这每个人的发病 死跟发病的那个症状也不同 而且刚开始介入治疗的那个方法 手段也不一样 所以大家可能病情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 我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以至于这个病 现在对我来说就是这么严重,这么痛苦 像你说中医治疗 它是如果说是调理你的这个病 或者是怎么样 其实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是对于我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我的这种关节融合的这种程度 你就是不管是中医或者西医的话 胳膊现在没有办法 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扭转它 或者说能改变它 只有通过手术 像比如大的关节,膝关节 或者宽关节 只有通过手术才能改变 我现在所以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有些人甚至在评论区给我推荐一些药物 什么之类 我说我都试过 甚至我都用过 也没什么作用 就说啊 我这我不太相信 怎么怎么 甚至就是就说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之类的话 我就想问是什么样的人 算是可怜人 虽然说我的身体出了问题 是生病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能够控制的 如果说你在身体健康这方面 比我有很多很大的一个优越感的话 我觉得那你真的 才应该是心里比较可怜的人吧 我不是说不相信中医治疗方法 只不过是我这个情况 目前不适合用中医来治疗而已 是不是 还有就再一个就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的话 它都会有一些后遗症或者病发症 我知道那个后面我慢慢的 我说我为什么我的声音发生改变了 后面我才知道我原来也是有这个病引起的吧 你看看这个牙齿 牙齦也变得比较小一点 牙齦萎缩 甚至我的声音的改变 这都是由这个疾病引发的一些后遗症病发症 所以我刚开始的声音也不是这样的 不要说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不想看我的视频 其实我在视频当中尽量的是表现的 特别积极阳光的一面 我没有把我自己特别痛苦 或者说疾病带给我的一些本身的一些 特别不好的一些事 我在视频当中发出来 但是发出来也无可扣非 这都是我的一些日常生活 我想说的是 其实很多事情真的并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比如我们的出生我们的机遇 我们的智商 甚至是生病与否 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但是我因为经常是一个生病的人 我甚至我住院的次数也特别特别多 我甚至见过在病房里面 特别严重特别痛苦的一些病人 每天都在积极拼命努力的过着 想要自己过上的一些平凡的生活 所以即使我们能手握一份烂牌 但是我们依然有勇气尽量的把它处好 向着自己所向往的那种能自立的生活 或者简简单单的一种生活 而在每天努力 我一直都特别感谢就是朋友们 在评论下面甚至给我发私信鼓励我的一些话语 但是在回复评论的时候 我在想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符号 能代表我这个 就是内心想要感谢大家的一种心情支持 但是也有一些人我觉得大家不能做到感同声数 不能做到理解 但是最起码不要伤害 最后希望我们都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